第一个是,所以做完之后你把它有个清除,那有个输出 可是输出的结果它会是一个公式 这个公式是由你原来写这个公式而来的 你可以把它直接就输出了 那如果说你今天需要的结果不是要这样 你希望我的处理哦 不是把一个公式丢过来 而是帮我处理完之后把结果丢过来 结果丢过来就好了 那那个中间的过程就是在VPA里面帮我处理完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你会发现跟刚刚的差别有什么地方 其实你会发现它输出的就是结果 所以如果这里面没有,那就空的 如果有,它就帮我把我要的那一段 直接输出到我指定的位置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写 其实它的写字逻辑大概这样 一,一样是什么,跑个回圈 回圈范围一定是for I 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那中间的话我可能需要知道几件事 第一个,你的前刮壶的位置在哪里 你的后刮壶的位置在哪里 那如果有找到的话 所以这边的话会介绍到一幅的逻辑判断 如果有找到的话 那我做什么 就把结果输出 如果没有找到的话 那我就跳过,也就是输出就是没有输出了 就是空的,所以它基本上没有输出 那在这个地方,我要知道前刮壶的位置 那在VBA里面你可以,因为我们刚刚是用fine函数 但是VBA里面,它的这个函数名称不一样 它不叫fine,我们会用另外一个函数取代 叫instr,使用的方式都差不多 那你会想说,老师那为什么在VBA里面又要换一个呢 因为很简单嘛 因为eSale本身的函数跟VBA的函数 虽然是同一家公司的 可是他们是分开来的 不同的team开发的 所以两边并不相同 不完全一样 但是有一些函数名称是一样的 但是有一些又不一样 OK,所以这地方的话恐怕你要了解一下差异 那还有同学说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在VBA里面使用eSale里面的函数 是当然可以 可是问题是比较麻烦 OK,两边是可以互通的 可是有时候比较麻烦 那什么时候会用到 也许之后我们有相关的例子 我再让各位了解 那我们第一个大概逻辑清楚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撰写这个程式 那程式如何撰写呢 一样Visual Basic里面 那因为这个程式打起来会比较花一点时间 所以第一个 一样我先把这个结果给各位看一下 大概长这样子 那里面的话呢 当然第一个我需要插入一个什么 一个程序 程序的名称呢 当然可以根据未来你的按钮上面的名称 比如说叫刮胡字串好了 OK,一个Sub嘛 所以按钮的话基本上是对应到一个Sub 按个确定 所以这边的话会有一个刮胡字串 将来这边有一个刮胡字串 按一下它 它就输出 OK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个地方的 那至于前面这个Public 其实有没有加没有加都没关系 因为主要这个是 你这个 这个Sub会不会被共用 被其他专案共用 但是理论上哦 其实你们会共用的几率现在还很低啦 因为没有写那么复杂 所以有没有Public 其实并没有太重要 只是说你不要改Privates就好了 因为Privates有时候是私有的 就是只有在这个模组里面可以被呼叫 这个模组以外呢 就没办法被呼叫了 所以这一点恐怕要特别注意 大部分的Public 可以是有同学问到这东西 其实如果你把它删掉也没关系啦 OK这个我想比较无伤大雅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程式逻辑 回圈这个刚刚有写过了 所以这个应该慢慢要习惯 写来写去这个 最好是如果可以的话 自己要慢慢体验一下 Range AY 那我基本上都是这样子打 然后后刮符 这个不要自己打 用挑的 后刮符 再点一下 点Raw 打久了 自动就会习惯了 这个虽然没几个在 可是很重要常常用到 所以请各位抓到最下面一列 当然未来还会教各位 最右边一栏 因为一个范围就自动可以抓出来 那你可以跑回圈 自动把里面的事情全部做完 那首先的话 我们要抓什么 前刮符的位置 那前刮符的位置怎么抓 在VBA里面 它不叫FINE 它叫INSTR 那它的那个逻辑 刚好跟那个FINE函数 它参数的位置刚好颠倒 FINE是先刮符 再去抓哪一个资料的位置 那INSTR刚好颠倒 位置 它是先抓什么 抓我们哪一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OK 所以这个资料呢 就抓给它 去找什么呢 找前刮符 找到之后的话呢 那因为我们是在第三 所以如果像这个里面的资料 它回来会放个3 可是3要放哪里 我就暂时放在A里面 那这个A是个变数 这个名称是我们自己取的 你如果不叫A 你叫X叫Y都可以 反正这个名称是自己取的 这个叫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的用途 主要就是说 暂时存放某些资料的位置 放在哪里呢 放在记忆体里面 它有点像剪贴簿 反正我就把东西放在上面 不然没有地方放 你要总要一个地方借放一下 那在VBA里面 它有个好处 就是那个变数不需要宣告 反正你给它一个名称 直接就可以放资料 这个导致还蛮方便的 其他语言都要宣告 除了宣告以外还要给资料形态 但是这边不用 OK 那你想说 所以之前有同学说 老师那到底 到底宣告好还是不宣告好 其实各有优缺点 不过为什么这边不宣告 因为就好像你去餐厅订餐一样 订位置 如果说你打电话去 你说我要订位置 他跟你讲说你随时来都有 那你还要订吗 就不用订了 去就有了 意思就是说 我这个位置非常多 多到你永远坐不满 对不对 就像这边也是一样 因为现在记忆体太大了 你不用担心它会有爆掉一天 像以前 随便都是多少 几GB起跳 但是很久以前 那个当然是几MB 那当然你可能就要 很小心再使用记忆体 因为这个地方找到3放进去 那B的话 如果以这个来看的话 它是9 对不对 所以把9放在B里面 3放在A里面 那再来的话 我们要输出不输出 这边会有个逻辑判断 所以如果中间会有个逻辑判 前后都有空白 如果A 特别注意 如果说有找到的话 它会是3 可是像这个没找到的话 是0 就是0 如果IHT 如果找不到任何东西的话 它会返回来的就是0 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 做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A假如是不等于0 不等于0的话 意思是什么 表示有找到资料 有找到资料 我再去执行底下这一段 但是你想说 如果找不到 如果它等于0的话 那就跳过 就是从这边跳到这边 换下一个 意思就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那就是不做 像这边为什么不做 因为跳过去了 所以这个地方 就会有一个逻辑判断 未来 当然后一个章节 我们在下一个章节 逻辑函数也会讲到比较多 因为刚好用到 所以我们就先讲 那我做什么事呢 一样用MID 这个前面有没有 把什么资料 这个资料给它 哪一个储存格 假设这个里面的资料 那输出什么资料呢 这个是一个从第几个字 从A加1 为什么A加1 因为第三个字加1 第三届冠军 那后面的话就是什么 后刮壶的位置 减掉前刮壶的位置 再减掉1 刚刚不是出现过吗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方式的话 我们就可以跑个回圈 就可以把所有东西输出了 所以做完之后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来这边 再做一个按钮 做按钮应该还记得吧 点这边一下 按钮 表单控制项 拉一下 有没有 那这边的话就会跳出 你要哪一个 刮壶字串 我习惯是把这个复制一下 为什么 因为等一下 不用多打几个字 不用多打四个字 因为直接贴上就好了 因为那个Sub名称 跟按钮名称 通常会叫一样的 好 然后呢 这边的话 你就按一下 先清除 再输出 不过有时候 你想说按下去 是跑完了 但是问题太快了 我根本还没眨眼 他就结束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 让程式跑慢一点 让我观察一下细节吧 OK 所以你有什么方式 让他 就像说你今天 有点要求那个 怎么样 人家打一套武术 非常的厉害 像少林寺 你跟他讲说 你可不可以暂停 你那个姿势非常棒 你可不可以让我停下 我再观摩一下 不过那打武术不行 可是在VBA也可不可以 其实VBA可以 所以如果说你将来 希望让程式停下来 你再慢慢去看里面的细节的话 有几个技巧 一 请你在这个 城市的前面不是有个空白 这有一个空白处 你就点它一下 点它一下意思就是说 这个叫做中断点 那什么叫中断点 就是说 程式会帮你停在这里 OK 他就暂时停住了 那如果你要让他继续往下慢慢执行 你要看细节的话 你可以再配合那个 就是增错里面的F8 租航 所谓的租航就是 你可以慢慢去看 它到底怎么执行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中断点 配合租航 OK 那你如果有中断点的话 假如你按一下它 本来应该全部跑完 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 它会这样 停住了 而且这个时候会把程式跳出来 告诉你说 我现在停在这里了 接下来请你告诉我 因为我程式还没跑完 所以你会发现这里面是空 对不对 那你怎么拉它往下 按F8 这一行执行过 对不对 那你把游标放在A上面 你会发现0 有没有 那你就会看到细节 F8 B的话什么呢 也是0 为什么 因为找不到 那像这个可不可以知道 这个10有没有 所以如果你是中断的情况下 你就可以去看一下 到底每一个变数 有没有 I现在是2 你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去check 然后 F A是不是等于0呢 A是不是不等于0 这个会跟你讲说 False哦 不对哦 因为它只有True的时候 那个逻辑相通的 它才会跑进去 不然它就会跳过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F8 再下一个 Nesser Nesser意思是 I就是变成3 其实这边应该 有的程式会打一个NesserI NesserI就是下一个例 不过因为我习惯上 程式越精简越好 所以可以删的 我都把它删掉了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它变3 所以意思就是第三列了 然后到第三列 就是A3 Sales A3里面去帮我找找看 有没有找到 这时候有找到3 B呢 找到9 应该吧 然后有没有找到 有进到里面 帮我输出 所以你会发现这一串 就是流云的第三列冠军 输出 切割 有没有 当然你如果已经大概知道了 那也觉得不要再 你一直按F8 那它跑很久 如果资料量多 你不是一直按 所以理论上 如果你大概跑过一轮了 大概差不多之后 请你做几件 第一个 请你把中断点拿掉 不然的话 它又停住了 第二个的话呢 请你直接按一下执行 让它全部跑完 全部跑完了 OK 所以这个技巧主要就是 你如何让程式先停下来 让你慢慢去check 那什么时候可以让你check 其实如果说你程式写完之后 你想要知道细节的话 或者是说 你可能程式还没写完 但是你想要了解 你可以先从云端上 把我的程式 先复制贴上吧 OK 然后呢 再慢慢去改它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如果打字速度比较快的同学 我是建议 你可以参考我云端上面的画面 然后最好是自己动手一下 那另外就是说 如果你担心 就是因为我们画面 一下切这边 一下切那边不方便的话 我就建议 如果你手边有平板电脑的话 你干脆带平板电脑 然后连到这个云端上面 把它打开来 放在这边 放在 就是五指画 我的习惯就是用那个 比较大的平板 然后你就可以一边 不用切来切去 或者像有些同学 还是切两边也可以 反正这种方式 你自己再去找一个 比较容易的学习方式